快看,海上飘的是什么东西啊? 原来是个盲盒,这要是能开出个啥宝藏,我直接买架飞机就回家,再也不用跑船了。 我伦正在瓦尔纳的茅地等待进港,装货之前需要彻底清洗货舱,因为这次我们要装粮食。 大伙一听要洗舱就来劲了,一个舱600美金,也就是说有额外的劳务费。 不过洗舱这个活确实累,有时候还得高空作业。 新上船的船员也就跟着打打下手,我们这次从保加利亚的瓦尔纳港装载了55000吨粮食。 按照咱们这边的算法就是11亿斤,从黑海出来还是那条熟悉的航线, 横跨印度洋,穿过马六甲海峡,中国南海,然后北上,最终抵达我国的外高桥港。 全程8238海里,预计航行33天,现在已经装货完毕,码头工人正准备熏舱, 船舶运输粮食都会进行熏舱,目的是消灭舱中的各种害虫以及虫暖。 不然货物还没有运回国,就被各种害虫给祸害完了。 现在我们航行在浪漫的土耳其附近海域,每次路过这里都想下船去转一转,看看这里到底有多浪漫。 其实让我最疑惑的还是土耳其这个地方到底是属于欧洲还是亚洲? 老铁门,知道的,记得留言告诉我。 眼前这片海域就是爱琴海。 爱琴海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圣地,每年到这里来旅游的人数不胜数。 这里不仅是希腊文明的摇篮,对世界各国旅客来说,更是浪漫旅程的象征。 目前我们已经抵达红海,在这里堪比炎热的沙漠。 别看市面八方都是海,外面的温度已经达到了48度。 往甲板上那么一站,啥也没干,浑身都已经湿透。 所以在这里船上也没有安排无关紧要的工作,只需要在生活区待着就行。 船舱里面四季恒温24度,咱们顺便刷刷新闻,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就要彻底爆发了。 人类或将面临二战以后最大的粮食危机,这是什么情况? 像这样恐慌性的警告,每天接连不断地通过新闻媒体报道给全世界。 这是真的吗? 美国居然开始联合西方各个国家,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,称中国早就知道这种情况的发生,然后提前大肆地囤积粮食,导致全球粮价上涨,从而爆发全球性的粮食危机。 真的是太会演了啊,竟然蛊惑还让打开中国的储备粮仓,把中国的粮食输送到全世界,这样既能降低全球的粮食价格,而且还能够平稳地度过全球的粮食危机。 咱们能这么干吗?咱们中国提倡节约粮食,推广光盘行动,中国的小麦储备就占全球储备量的一半,但平平到人头上也不多,你就别求着中国出口粮食了。 这些粮食都是咱们这几年一口一口省下来的,就这一次的粮食危机啊,主要原因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粮食没有办法出口,这两个国家本身就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出口国。 可是俄乌冲突也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远程操控的结果,而且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,美国才是全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国,他们掌握着全球80%的粮食交易,也牢牢地掌握着全球粮食的定价权,反观西方各个国家盯上我们中国的储备粮食,这又是何居心? 其实大家心里清楚,更离谱的是,美欧等29国正将大量的粮食变成生物燃料。 他们一边制裁俄罗斯的能源,一边浪费粮食制作生物燃料,而且是在面临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实施的。 生物燃料是把粮食做成已存燃料,而制造一吨的生物燃料已存,就需要三吨的粮食原料。 美国一年消耗大约1.7亿吨粮食,比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的粮食生产量都要高出2.5倍。 你想想这是得多少粮食? 而真正用于吃的粮食仅有3290吨,所以现在知道粮食去哪儿了吧? 不仅是美国,欧盟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。 然而居然还把全球粮食危机的这个大帽子扣在中国的头上。 西方国家称这次是50年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,要求中国开仓放粮。 我们确实囤了很多粮食,够全中国14亿老百姓吃个一年半载,绝对没问题。 现在全球有17亿人暴露在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之下,可我们中国也有14亿人口需要养活啊。 我这跑船也有十多年了,基本上没有往外运过粮食。 咱虽然文化不是很高,但是眼睛是雪亮的,最起码的国家情怀还是有的。 本期节目也即将结束,方便的话,老铁们咱们给中国船员点个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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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